透过文思修三摩地 也能够帮助我们开启智慧断除烦恼 起心动念是思想的表现 心是我们内在的表现 念是相应于外在人世所产生的一个作用 念能够分别计较执着 但不能够主宰 真正主宰的是心 修行是修身养性 身口意的内外兼修 也修正我们的身口意行为 我们学法的人 大家都想明治本性 建治本性 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课题 我们修行就是要学界定会 我们守界有换的机会能够不换 修定有乱的机会能够做到不乱 那修慧就是表现不愚痴 就是运用思想发挥智慧 谈修行就是要修正身口意的行为 不要有所偏差造成错误 也不要造成伤害 佛法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圆满 我们之所以要修行 就是因为行为会有缺失 慢慢把那些缺失变得越来越少 才是我们的目的 史方新闻贵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